我看到在外网有人提了个问题 为什么有人嘲讽96个性别 没人嘲讽56个民族 我想反问啊 既然人家96个性别你都接受了 为啥就不能接受56个民族呢 另外谁嘲讽了 我们很尊重好不好 而且继续发展我们也没有意见 别停 停了才没有看头了 关于56和96这俩数字代表的意思差别 我要说一下啊 我们56个民族是一家很团结 他们96个性别容不下男女两个性别 至于是不是一家团不团结 我就不知道了 还有你们自己认为的正确的自由的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 别看上去有个数字就跟我们的做比较 这比较的着吗 我们56个民族融合在一起是中华民族 你们96个性别合在一起是什么呢 美丽国度的男男女女等等等等 别动不动就我们嘲讽了 在说这话的同时 你们这些精神米国人不也在嘲讽我们吗 而且你们的话都自相矛盾 既然人家都包容度这么高了 有勇气向全世界宣告自己有96个性别了 还时不时在选美比赛当中 选出男士为冠军 这是很大方很自豪的 让你们这么一说 别人提一下还成了嘲讽了 你们这是完全没理解人家的精神核心呢 怎能用你们的小心言子 看待人家大方作秀的态度呢 人家主打的就是个展示正确 我都看明白了 你们这些精神米国人都看不懂吗 有空多看看书吧 唱反调也得专业点 唱反调也得呼吁了